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一手原盾 一手长刀做出了防御 后方的士兵也已经反应过来 长枪如灵般从他的身侧刺过去 那狂奔而来的刺客手中铁棒飞舞 带动了鸡血呼啸着鸡向周围 犹如一个巨大的龙卷 石鱼杆长枪大半都不是铁质 与那磅影一处哗啦啦地朝周围荡开 树根白蜡杆的枪身飞舞在天空上 说时迟那时快 身影靠近 铁棒轰地压了上来 撞上王杆的长刀与原盾 同时将他推向后方的士兵 随着那剧烈的撞击 冲上来的汉子一声爆喝 王杆的身体止不住地后退 后方的十一人在仓促之间 又哪里拿得住身形 有人亮枪退开 有人翻滚倒地 王杆整个人飞退了好几步 铁棒收回 随后磅影呼啸着横扫而来 他原盾一挡 手臂都震得发麻 舞动的磅影便从另一边袭了 轰地打在了他的肩膀上 随后便将皇武的攻击将他吞没了下去 这时候仅仅是队伍的前列过了弯道 后方听着呐喊呼气 还未反应过来 只见道路前方的人墙抖然被推开 一道身影挥舞着铁棒在转眼间推开了人群 将军王杆也是在疯狂呐喊中 不断地飞退向一旁的山坡 有人试图拦起 有人试图从后方攻击 只见那铁棒狂舞的混乱中 有人突兀地倒向一旁 却是脑袋被铁棒带了过去 短短片刻间 棒影挥舞 拼拼砰砰 犹如打铁 王杆被推过那混乱的人群 几乎往山坡上飞退了八九阵 后方的人都已经被抛开 那棒影忽然间一停滑过天空 瞅着后方插了下来 轰然声响中 雪地里一块大石崩裂 铁棒插在了哪儿 刺客一步不停地逼近前方 犹如醉酒般的王杆 一手夺刀 一手哗地拉开他的头盔 揪住人头将刀锋压了上去 黏稠的鲜血中 人头被一刀切了下来 王杆的尸身犹如霉了骨头 随着盔甲倒地 粘稠的血液正从中间渗出来 寒儿不该为奴 儿等该死 饱寒怒意的声音在内力的破发下发出 穿过雪岭犹如雷鸣 那刺客提着人头回过身来 铁棒立在一旁的石头里 一时间 前后排数百匪军 竟无一人敢上前 只听他说道 还不跪上 跪自然是不会有人跪的 只是随着这一声爆喝 附近的铃剑陡然有军号声响起来 随后是大军穿过树林杀来的声音 王杆麾下的前后数百人不过乌合之助 引荐那刺客当着数百人的面 生生杀死了首领 此时哗然逃走 这刺客拔起铁棒追江下去 一棒一个将附近的匪人打倒在雪地中 又见远处有人抢了金银 擂了女子御桃的 发力追江过去 此时树林中有人群杀出 一部分匪人跪地投降 又有一部分扔了重货 没命地往远处奔逃而去 带到两三百匪人扔了兵器 趴跪在雪地中 树林中的人也已经出来的差不多了 却见这些人 林林总总 加起来不过三十余名 有人偷偷地还想逃走 被那首先冲出来的持棒汉子追上去 打得脑僵蹦裂 一时间 三十余人绑起近三百俘虏 又救下了一群被掳来的女子 身间道路上皆是哀求与哭嚎之声 那持棒的汉子 远远看着这些被掳来的女人目光悲情 却并不靠近 严剑俘虏大都被绑成了一串 他将目光望向匪人逃离的方向 不知在想些什么 此时后方有一名 面带疤痕的戎装女子过来 向他询问了下一步的安排 十棒汉子说道 你们将女人送回村子里 带上还活着的人 把这帮畜生押去沃州城 我去追这些跑调的 他顿了顿 女真有使者奈向 我要去找出来 这汉子自然便是折回沃州的九文龙使劲 他自与林冲重逢 后来又确认林冲因送信而死的事 心灰意冷 唯一牵挂之事 唯有林冲之子墨安平的下落 只是对于此事 他唯一所知的 只有谭禄这一个名字 使劲回到沃州之后 数度调查 又拜托了官府的配合 仍旧不曾查出谭禄的下落来 此时周围的局势渐渐紧张 使劲心中焦虑不已 又召集了赤丰山截铁后 仍旧愿意跟随他的一些火迹 第一要务虽然仍旧是寻找孩子 但眼看着局势乱起来 他对于这般祸事 终究难以做到置之不理 只是有了赤丰山的前车之鉴 使劲愿违的 也只是暗地里进行小谷的刺杀行动 眼下俘杀了王杆 使劲跪坐多的歇息 朝着前方树林追了过去 他的武艺已称化尽 这一下 贤尾追在一名王杆副手的身后 到得第三天 终于发现一名女真派来的使者端倪 这乃是一名流动汉人 隶属于完颜西饮麾下 使劲出手拿下这人拷棍半碗 得到的消息不多 他纵横天下一声磊落 此时虽然是面对敌人 但对于这类毒打拷位 无止境的折磨终究有些反感 到得后半夜 那奸细自杀死去 使劲叹了口气 将这人尸身挖坑埋冷 到得第二天回到沃州 有意识杀死王杆 救下村人 且俘虏山匪之事 已经在城中传开 使劲不欲出名 默默地回到落脚的客栈 身边同伴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 有人自称 知道沐浴之子的下落 希望与他见上一面 这人他也认识 大光明教教主林宗吴 雪已经停了几天了 沃州城内的空气里透着寒意 街道防射黑白灰森色向金 道路两边的屋檐下 笼着绣套的人蹲在那 看路上行人来来去去 白色的雾气从人们的鼻尖出来 没有多少人高声说话 道路上偶尔交错的目光 也大都坠坠而恍然 有的人家已经收起了马车 准备离开 道路前方的一棵树下 有孩子呜呜地哭 对面的房门里 与他挥别的孩子也早已泪流满面 不知未来会有怎样的小情侣 在窄巷里相见 商户大多关上了门 路灵的舞者行色匆匆 不知要去到何处帮忙 这是乱离的景象 史静第一次见到还在十余年前 如今心中有着更多的感触 这感触让人对着天地失望 又总让人有些放不下的东西 一路来到大光明教分坛的庙宇 喧嚣之声才响起来 里头是护教僧丁练武时的呼喊 外头是和尚的讲法 与拥挤了半条街的信住 大伙都在寻求菩萨的保佑 穿着一身棉袄的使劲 看来像是个乡下的农夫 只是背后长长的包袱 还显出些陆林人的端倪来 他朝后门方向去 半途中便有衣着讲究 样貌端方的汉子迎了上来 拱手俯身做足了礼数 狼王驾到 请 使劲只是沉默地往里头去 庙宇前方练武的僧兵呼呼哈哈 声势雄伟 但那不过是打出来给无知小明看的脸子 此时在后方聚集的才是随着林宗吴而来的高手 屋檐下院落里无论僧俗轻壮大都目光坠立 有人将目光飘过来 有的人在院落里搭手过招 江湖看来闲散 实际上也大有规矩和排场 林宗吴如今乃是天下第一高手 聚集麾下的也多是一方豪雄了 普通人要进这院子一番过手 衡量不能少 面对不同的人态度和对待也有不同 相比起闻人还讲个虚怀弱骨 舞者则直来直往的多 练的是手艺 求的是脸面 自己手艺好 得的脸面少了不行 也总得自己挣回来 不过 使劲早已不在这个范畴里了 有人认出这形如老浓的汉子来 恭恭敬敬地站在了一片 也有些人低声询问 然后静静地退开 远远地看着 这中间年轻人还有眼神结傲的 中年人则绝对不敢造此 江湖越老 胆子越小 其实也不是胆子小了 而是看得多了 很多事情就看得懂了 不会再有不切实际的妄想 这样的院落过了两个 再往里去 是个开了梅花的园子 池水尚未结冰 水上有亭子 林宗武从那边迎了上来 龙王 方才有些事有失远迎 怠慢了怠慢了 林教主 使劲只是微微拱手 使劲并不喜欢林宗武 此人痊愈旺盛 许多事称得上不择手段 大光明教 只求扩张 蛊惑人心 良有不切的徒子徒孙 也做出过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来 但若仅以陆林的看法 此人又仅仅算是个有野心的羞雄罢了 他面上豪满人善 在个人层面做事也还算有些分寸 当年梁山宋江大哥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初的使劲只求一体 梁山也入过 后来见识欲深 尤其是仔细思考过周宗师升廷后 奉至梁山也是一条歧路 但十余年来 在这黑白难分的世道上混 他也不至于因为这样的反感 而与林宗武翻脸 至于去年在泽州的一场比试 他虽被对方打得吐血到底 但公平决斗 那确实是记不如人 他光明磊落 倒是未曾放在心上过 打过招呼 林宗武引着使劲去往前方已然喷好茶水的亭台 口中说这些 龙王好生难请的话 道德桌边却是回过身来 又正式地拱了拱手 枉杆之势 林某听说了 龙王以三十人破六百之众 又救下满村老弱 龙王是真英雄受林某一败啊 他以天下第一的身份态度做得如此之满 若是其他陆邻人 怕是立刻便要为之折服 使劲却只是看着拱手欢礼 听说林教主有慕安平的消息 时髦为此而来 还望林教主不吝赐告 先坐吧 林宗武看了他片刻 笑着贪了贪手 两人在庭间坐下 林宗武道 巴比龙王被电闽人 当年统领赤风山与女真人作对 便是人人提起 都要竖起拇指的大英雄 你我上次相会是在泽州 当时我关龙王眉宇之间心气欲结 原本以为是为了赤风山之乱 然而今日再见 方知龙王为的是天下苍生受苦啊 时尽听他唠叨 心道我会你抹亲 口中随意回答 何以见得 若真是为了赤风山之事 龙王领人杀回去就是 何至于一年之后 反倒在沃州徘徊 听说龙王原本是在找那穆安亭 但后来又忍不住为抗金之事奔走出力 而今龙王面有死气 是厌恶事情的求死之相 想必和尚叽叽歪歪 龙王心中在想放着什么狗屁吧 林宗武笑的和气 推过来一杯茶 使劲端着想了片刻 我为慕安平而来 林教主若有这孩子的讯息 还望刺稿 林宗武点了点头 为这孩子 我也有些疑惑 想要向龙王请教 七月初的时候 我因为一些事情来到沃州 七月初三那天晚上 为山堂的田师傅设宴招待我的时候 出了一些事 雨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想着唱 不住不到的我 听众朋友们 现在的我 很久不见了 我永远 我永远